大家可以聽到這首歌它就很溫和 那其實對我來說 因為我去過大陸巡迴非常多次 那我每一次去 都是一個人跟當地的巡演單位 就是當地的巡演公司 我們可能十天就要跑七個省 每天晚上表演 早上就是搭高鐵、動車或飛機 到下一個地方 那剛剛這首歌如果是在大陸 如果是在中國唱的話 他們一聽就會知道這是台灣人的音樂 我們台灣人有台灣人自己的音樂的感覺 那種感覺是一種溫暖、秀麗 還有一種人文的關懷 這是我在大陸表演的時候 每次跟別人一起表演的時候 聽不到的東西 台灣是一個很奇妙的地方 台灣人其實比中國大陸的人 對於我們東方人 有的一種生活裡面 人際關係的一種智慧 跟一種美德 我們表現得其實更透徹 我每次去到中國大陸大陸的時候 感受到的就是一種競爭 感受到的就是一種 跟我們這個地方完全不同的一種批評的力道 同樣的一張專輯我擁抱的是 我今天早上做了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我今天早上在出門之前 我在我的微博上面PO 我說你們知道我在台灣出了一張專輯嗎 然後一分鐘裡面有四十個人留言 我看見 我看到他們有什麼 第一個留言的 不就是寫給學生們的一張專輯嗎 第二 你幹嘛糟蹋自己的才華 第三個 想學羅大佑你還早很 好 這是有留言的 那沒有留言的人在做什麼呢 我先說一下 我是在豆瓣上面看到 豆瓣是中國大陸在音樂上面 最多評論的一個網站 有點像台灣 會有一些網站 專門去批評一個音樂好或壞 豆瓣就是一個這樣的地方 剛剛這三個批評的 他們都給我一顆心 總共有五顆心 他們都給我一顆心 他們都給我一顆心 有好多人 給五顆心的人 是一句話都沒有說的 他沒有去講妳好或是不好 但是他給了妳五顆心 所以其實在中國大陸的時候 我感覺到一種力量 那種力量就是 說出自己的話 批評 或是表達 對他們來說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我在中國大陸唱歌的時候 我在台上 剛剛那首歌唱到一半 可能就台下會有一個女生 就直接喊 我要聽什麼什麼 我還在唱 她就已經喊 我要聽什麼什麼什麼 一個打扮很漂亮的女孩子 在上海 四年前的事情 這在台灣是不會發生的 所以我們跟他們 其實有很多地方不一樣 然後到目前為止 就是我都還沒有一個中國大陸的好朋友 我還沒有真的交到那邊的好朋友 所以老實說 我不懂他們的程度 跟我不懂日本人 我不懂德國人的程度幾乎是一樣的 你們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我實際上是不懂他們在想什麼的 因為我沒有跟他們真的成為朋友過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成為朋友之間 沒有那個時間跟機會 所以這是我 對中國大陸的看法 好 我現在他們都走完 我再繼續說好 因為我會比較難專心 對 所以我對他們的看法 其實沒有從 國主理論的角度去看他們 我是從 我能不能從裡面交到一個男友 然後從一個個體的角度去理解 他的文化對他的影響 那我還沒有真的好的男友 你們知道一首歌叫《島嶼天花》 然後《島嶼天花》那首歌 台灣人都知道 幾乎啦 因為就是強力勃手 還有人穿他的T恤 但是你們 可能好多人 在今天以前 都不知道有一個人 他用了那麼多的時間 一天寫一首歌 只是為了陪伴 當時 當下 那一個 正在立法院外面裡面的 那一個人 為了那一個人而寫 這件事情 不會有多少人知道 但是我問你一個問題 嘗試判斷 寫一首歌 跟寫十二首歌 哪一個比較辛苦 當然好像是十二首歌 對不對 是不是 好像是這樣對不對 但實際上是這樣嗎 我來告訴你們 我是怎麼樣 排解我心裡面 對《島嶼天花》這首歌的一種感覺 我對《島嶼天花》的感覺是非常複雜的 因為《島嶼天花》是在三月二十九號那天晚上 在立法院裡面 放了一個立法院大家一起唱的版本 也就是在凱盜遊行的前一天 你們記得吧 所以那一天那首歌一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寫了九首歌了 然後我心裡面就在想的是 就是會想罵髒話 然後就說 你寫一首歌我寫九首 你那一首 博了所有人的版面 然後所有人還指定 大會指定歌曲 邊走路還要邊唱 然後 博一套好像還不行 然後還要拍那麼煽情的那種MV 就是輸了在立法院裡面 然後穿這個T恤 好像很怎樣 還要跟那個禮杯盤交換外套 好 好 你說好 所以我連去去能夠用的 可能都用上了 就是北一大的學生還真是有創意 就是所有能夠用的 煽情的點都用了 然後我心裡就在想說 那天三二九那個晚上 你知道有多難熬嗎 我這位你最痛苦的一個清靈節 是在我三十二歲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你就會想說 我的存款都剩兩萬五 一天還花三千塊錢 宣傳這個歌 你什麼都 就是這樣寫一首歌 就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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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天晚上吃飯時間 真的是非常難熬 非常非常難熬 因為你知道 只要是歌手 只要是創作人 你都希望你的作品 越多人認同越好 這件事情我也不會改變 就算我現在告訴你說 我要做一個像 湯位子一樣 曲風多變 追求自己的一個藝術家 但是 到他那年紀之前 對不起我還是做不到 我還是很亮 我還是有很多我想要追求的名義 那我告訴你們 我是怎麼樣在接下來兩個小時之內 排解 我跟滅火器之間的仇恨 這件事情才是今天最重要 我要跟你們說發生什麼事 我開始想 沒有理由 就是難道 我是不是不是台灣人 為什麼我寫的九首歌 沒有像他寫的一首歌 這麼快就中 而且你知道嗎 連我 我自己很不珍惜的 看到那個 在立法院裡合唱的影片的時候 我馬上就哭了 所以我想說 我到底一直寫歌 到底是在寫什麼 我是不是不懂 到底大家需要什麼東西 這是我產生的第一個問題 然後我產生的第二個問題是 我為什麼一定要寫台語歌 國語歌不行嗎 國語歌沒有辦法留下感動 因為我寫的都是國語歌 然後我突然想起一群人 我想起成為田林非凡 還有信大基金筆記的一群人 我們認識了兩年多 在兩年多前 我們第一次碰面的時候 是反面體壟斷的時候 那個時候 那天晚上 我去唱歌給他們聽 跟青大的學務長 就如同今天這樣 我一定讓他們坐這邊 然後學務長坐這邊 兩個小時的激烈辯論之後 我站在這個位置 然後後面是一個投影幕 我唱了一首 我寫給他們的歌 叫做我所說的教育 原來不過是政客遊戲 心戰裡面列出的商品 這麼長的一首歌 那天唱第一遍 唱第一遍唱完之後 學務長就說 建偉你可以再唱一次嗎 我說 嗯 好 然後他就說 我一定可以一起唱這個歌嗎 那天他們最後是一起唱了這個歌 然後我完全不知道 是怎麼回事 所以我是在那一天認識他們 但是回來 他跟這件事情有什麼關係 跟台語歌有什麼關係 隔一個禮拜三我會找去他們的喝酒派對 通常做運動的人都需要喝酒節目 這是我對台灣大學生的觀察 好像有一些東西 是這樣嗎 你們是不是有很多 壓抑的東西需要 看別人的時候看別人 好 不管原因或是狀況是什麼 但是重點是下一個禮拜三 我去的時候他們都喝醉了 他們做了一個派對 因為派對是網單 每個禮拜三 如果網單要回去 他們都會照在這個旁邊 停在新竹 那我都在 所以有空我回去 我去的那一次 我發現他們喝醉的時候 拿起吉他 唱的全部都是台語歌 所以我剛剛 為什麼到於天光 大家會認同這個問題 我就跟我自己講說 對 他們都聽台語歌 他們喝酒都聽台語歌 好 那就這樣算了 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講說 看開一點 最後一個原因 我怎麼樣去探開我跟 勞雨天光這首歌的關係 它幾乎是我最難克服的一個心結 因為我已經沒有跟主流歌手競爭了 我還要被獨立歌手打趴 很好笑嗎 不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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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後怎麼說服我自己的 我問我自己說 黃同學請問你 如果你前面這九首歌都沒寫 你每一天 就只是坐在家裡面 沒有寫出這些歌 當天晚上曾經聽到過 當天晚上那一首歌的人 他有沒有可能 因為少了你這首歌 其實已經離開立法院 回家去 他有沒有可能 因為少了這首歌 當下完全不知道怎麼樣 去把自己的眼淚哭出來 如果你只是為了 那一個人而寫歌的話 為什麼到這個時候 你要在乎 有一首歌 給所有人都聽見 但是你的圈沒有 沒有 我突然在想起來 我當時在做這每一首歌的初衷 只是為了 當時那一個新聞畫面裡面的 那一個學生 我只是為了某一個人 我感受到他的心情 所以我寫歌給他 然後我知道有很多人 會跟他一樣的心情 所以我一想到這個之後 就完全釋懷了 你們知道嗎 總是要有人煮無心急的料理 也要有人每一天煮早餐給你吃 什麼樣的事情都要有人做 這才是藝術 對啊 這才是一種自由 所以 當天晚上燒碗 我就跟面魂系的楊大正 要跟V正式的對決 不是聊天 我跟他聊天 我就說 我就丟一句 大正你真的很帥 因為他們那一掛的 玩旁客人都喜歡人家說他很酷 我很帥 你真的很帥很秋 然後 他就說 沒有啦 你寫這首歌才厲害 我心裡就會想說 你 中國人的客套 台灣人的客套 東方人的客套 我們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說 你不用客氣了啦 我知道你這首歌很厲害 然後我就這樣子 稀稀鬧鬧的結束了那個對話 但是我就跟他說一句話 我說 我等你 這一首歌 已經等了十幾天 我一直在等當時的台灣 有第二個人寫歌 因為你知道嗎 在那十幾天裡面 我不只跟他姓 張璇 好多我認識的歌手 我都問過他們 你們有沒有讓他寫歌給學運 你獨會毀啦 就是 讀了訊息 不會毀你 或者是 打了一半之後 訊息又品現欲言幼稚 然後在這過程裡面 有非常多唱片公司的老闆 寫過 FB短訊給我 我說 你有沒有需要錢 你做這個音樂很辛苦 你有沒有需要錢 然後我就說 不需要 但是我需要你幫我 把這個歌曲宣傳出來 不然就是 可不可以請你旗下的 某一位 就是唱小巨蛋的歌手 幫忙 唱一下 幫忙寫一下 好嗎 也沒有 所以 我非常能夠懂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覺得 某一個人覺得 這整個學運的過程當中 或是 在這日子裡面 很多時候你是孤單的話 我非常能夠懂 你的感覺是什麼 因為那十幾天 二十天 我就是這樣過來 我最需要的東西 只是把這個訊息 就給閱讀的人 但是我從來沒有辦法 有那樣的機會 它也不會真的存在 因為如果它存在 今天不會那麼多人 要做這件事情 接下來我要唱這首歌 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首歌 這首歌是我在 去了立法院裡面唱歌 給立法院裡面的學生的時候 有的感覺 在3月24號的時候 那一天 下午 我一如往常的 去運動 去踢足球 到了晚上 我們接到一通電話 我跟那個DJ 我們接到一通電話 在吃青醬 意大利麵的時候 接到那電話 那一通電話 七點半回來 時間很重要 我接到一通電話說 教委你可不可以到立法院裡面來唱歌 給大家聽 我說什麼 立法院 外面不是很多舞台嗎 就是每天都會有排班樂團去表演 不需要 他說沒有 是立法院裡面 我們需要有人來唱歌 然後我就在想 他當時打電話來的語氣很雀躍 很興奮 所以我以為 我當時以為 我跟這個DJ 我們要帶進去立法院的音樂 應該是 很愉快 很有精神的 我以為我們是一個 類似 慶容宴 類似老君 類似一個鼓勵 類似一個 Cheer up 的感覺 我們就抱著這樣的心情 忙 從到新竹高鐵山 然後搭高鐵 九點半的時候 我們人已經在立法院裡面 通過整層的關卡 通過整層的關卡 走廊上的警察 終於走到那扇 醫師廷前面的門 門 門 一如我們在電視裡看到的一樣 門本來要這麼寬 但是因為堆滿了椅子 所以你要進去的時候 你只能夠側身的走進去 背著樂器側身的走進去 你進去之後 那螢幕我永遠不會忘記 側身一走進去之後 那個世界好亮 因為那日光燈從來沒有關過 立法院裡面的日光燈沒有關過 地板上面好看過甜色 紅色 深紅色 因為潮濕發明的關係 的地毯 然後有一種味道 臭臭的 因為很多人都穿來擺脫 然後沒有洗澡 然後一整排的攝影機 一整排 我不知道那個多少台 一整排的攝影機對著你 然後當我看到學生的表情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們不能夠動詞動詞 因為大家 非常疲倦 不是疲倦的人 就是很不安的人 很焦慮的人 當時那一天是學歷一個禮拜的時候 當時在台灣的社會 給的力量是一半正一半反 所以他們也不太知道 接下來會怎麼樣 當時還沒有人重新正願 然後當時社會外圍的氣息 然後當時社會外圍的氣息 什麼叫社會外圍 也就是新竹市的我 新竹市是一個以家庭為主的一個城市 裡面組成的人口以家庭為主 比較少單身的人 因為基本上新竹的 男生的收入 做公共事的收入還不錯 所以其實很多人會在新竹結婚 新竹的結婚率是最高的 所以在新竹其實對我來說 是有點是某一種程度 是一個相對比較保守穩定的地方 在新竹當時的氛圍是 沒有 學運一直都沒有什麼高潮在出現 那時候還沒有行政願的事情 所以在那個時間點上面 我的感覺 我們的感覺 我身邊我父母親的感覺 以為學運已經要結束了 當時的氛圍是這樣 我進到立法院以後 我發現學生的那種不安 跟焦慮還有疲倦 那我發現 其實參與一個運動 因為需要太多的能量 太多的激情 所以當你突然間放空的時候 那種疲憊是很可怕的 你們應該都懂了 所以我就回到家的時候 我寫了一首歌 然後也是我覺得 整個學運裡頭 給我最大的啟示 這首歌名字叫做 我擁抱的是一路裝作勇敢的你 因為我在那一刻我才真的懂 我看到我以為有很勇敢的人 其實 很多時候 那個信念是有 他其實是會害怕的 為了要說服別人 得要裝作勇敢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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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